婆婆凡事总爱攀比 前世她为了比老姐妹早一步抱上孙子 偷偷给还没到预产期的我吃了催产偏方 导致我出血不止 一时两命 重活一世 我才得知 一直不打算要孩子的我突然怀孕也是婆婆的手笔 于是我二话不说就把她做了手脚的东西塞进了她的卧室里 这一次我帮她当第一 当她们老姐妹里第一个五十多岁还生孩子的第一人 我婆婆是个神经病 但我老公人还不错 因为这一点 我凡事都对她一人再人 可没想到她变本加厉 平日离小事上作妖就算了 竟然连我生孩子这样的大事上她也要争得先后 想起前世我临死前 她还拉着医生不依不饶 说什么 我们那时候生不下来也是吃这个药 怎么偏她就出事了 一定是她自己的问题 不 不对 一定是你们医生都是拥医 你们陪我大孙子 我不知道上一世医生有没有护她嘴巴子 总之 重活一世 再次见到这张脸时 我差点没忍住一巴掌甩了上去 但我知道 我还不能 不是因为下不去手 是不能 我总不能说是我前世被她所害 这一世给她一巴掌都算是轻的 这说出去谁信啊 要不是我自己亲身体会 别人跟我说我都不敢信 欢欢 你看我那个老同学媳妇今年才结的 人家就已经有孩子了 你和浩浩结婚都两年了 再不怀个孩子 别人还以为你不生呢 你说是不是 如前世一般 她开始了劝生的话术 也如前世一般 我还没开口 我老公就向我开了口 妈 别人是别人 我们是我们 我和欢欢正式事业的上升期 现在要孩子对我倒是没所谓 但是对欢欢来说 无疑是自觉坟墓 不得不说 我老公是有点预知能力在身上的 前世她也是这么说的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竟然一语成衬了 这一世 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 于是 我在心底开始复盘前世所发生的一切 按理说 我们俩每次都有错失 两年来 基本没出过错 所以原因应该不在错失上 想着 我缓缓抬头看向婆婆 见她正不甘心地继续说 好啊 话不是这么说的 女人嘛 天生就是在家生孩子的 工作没了就没了 到时候等出了月子 随便找一个不就得了 你当学校是你家胎的呀 你说找就找 几番被自己儿子薄面子 婆婆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怎么不像人妈点 妈都五十多了 有今年没明年了 要是命再苦点 说不定连孙子都抱不上呢 听到这话 我老公跟前世一样 重重地摔下筷子 起身拉起了我 隔壁孙大妈六十多马上七十的人了 也没见像你考虑这么多 我看抱孙子是小 你想跟苏阿姨争先后是真吧 你这孩子 别的是你去争我也懒得管 但生孩子这件事 我劝你最好歇的心思 老公说完捏了捏我的手心 欢欢 你同事不是说 有事找我们帮忙吗 快走吧 哦 好 尽管重来了一事 但是为了不引起怀疑 我还是装作懵懂的样子 后知后觉点了点头 毕竟前世这个借口 是老公临时想的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才正常 出了门 老公余皓就展开了笑脸 老婆 妈就这样 你别在意 我替他给你赔不试了 你肯定没吃饱 你说 想吃什么 老公请客 那就东街那家大闸蟹吧 你先去车库开车 我去补个妆 补什么妆 我老婆素颜就很美 余皓揽过我的肩头 却被我轻轻推开 那不行 你忘了我说的了 化妆也是一种礼仪 我总不能失礼 余皓点了头之后 我转身就收起了笑容 我当然不是为了去补妆 礼仪倒是没错 但谁下班了 不想做自己 我之所以找借口折返 只是为了证实自己的一个猜想而已 果然 如我所预料的一般 当我轻手轻脚地打开门走进去时 餐桌上并没有婆婆的踪迹 倒是我和余皓的卧室门开了一条缝 床头柜旁 有个人影晃晃悠悠 我将鞋轻轻脱了 光着脚丫往里走 因为我本身就是个舞蹈老师 如何能做到脚步轻盈不出动静 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所以里面聚精会神戳套套的婆婆 完全没有察觉 甚至还边戳边生情并茂地 演着独角戏 我让你不生 让你不生 等真怀上了 我不信你能狠心打掉 我赵书方的孙子 怎么能排在苏兰芳的后面 见她要起身了 我忙提着鞋跑到门口 装作刚推开门的样子 婆婆也刚从我们卧室出来 看到我吓了一跳 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来取个东西啊 我洋装不知 妈你去我们卧室做什么 啊 那啥 我看你们被罩脏了没 准备拆下来洗洗来着 我文言心中冷笑 还真是谎话张口就来呢 不用 周末我休息了再洗 你歇着吧 我继续装着乖巧而洗 婆婆方才做贼心虚的样子 也慢慢的消失干净 我出门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 按照往常这个点 估计是去跳广场舞了 那这么好的机会 我怎么可能错过 想着 我忙将婆婆做过手脚的套套 尽数从抽屉里拿出来 送到了楼上 我们家是个小富士 公婆跟我们住在一起 他们说自己睡眠不好 怕我们早起上班吵到他们 所以住到了楼上 卧室正好就在我们卧室上面 想起以往那动静 我先忍不住笑出了声 婆婆不是想争第一吗 五十多岁还没绝境的女人 怀上孩子再正常不过了 我也算是帮她成了 他们姐妹里面第一个人了 只是不知道 到时候婆婆会不会狠心打掉 越想我就越期待了呢 说起来 凡是喜欢攀比争第一的婆婆 在同房这件事上 还真没人争得过她 五十多岁了 老两口还很幸福 每回一号往够来套子 都要被她霸薅去一半 所以我丝毫不担心 婆婆会认出来 我放到他们卧室的是做过手脚的 大约也是因为 时常滋润的缘故吧 婆婆今年五十七了 但是立价还是照常来 甚至比我还要准时 我之所以知道 也是因为我家卫生间分了男女 垃圾桶里除了我用过的姨妈金 就只有婆婆了 几乎每个月的那几天 错前错后的 婆婆的立价总会如约而至 而且她还为这是没少编排过我 说我一定是吃多了冰的凉的 抑或是垃圾食品 才导致怀不上 事实上我们做错失 她也一直知道 就是想平白 让我担上不孕不育的名声而已 毕竟出了这个门后 她经常用骂我来获取她 其他小姐妹的崇拜 偶然一次被我撞上时 我上前叫她妈 跟其他阿姨们打招呼 我还没走远 她就跟那些阿姨们吹嘘 怎么样 乖吧 我跟你们说 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 你们回去让儿子也别手软 不过婆婆也又说不出口的 比如我那初中辍学 被她早早地压着嫁了人的小姑子 那会儿管得松 根本没人在意 小姑子是不是未成年 只在乎谁家又嫁人了 谁家又添了新媳妇 所以我年纪轻轻的小姑子 就被我婆婆两套衣服 哄得嫁给了一个所谓的老实人 而老实人发起狠来 可一点都不老实 小姑子的老公三天两头打她 每回打个小姑子就往娘家跑 投几次我还会劝李 但后来发现 她跟我婆婆是一个狐狸尿的后 我就不管了 毕竟第一次劝她时 她还说我就是见不得她好 非要让她成了没男人的人呢 婆婆也说我居心叵测 说他们老于家就没有离婚的人 老公当时倒是帮我说话了 跟她妈说 你不是喜欢争第一 喜欢攀比吗 不如你就让妹妹成你们姐妹里 第一个离婚的人不就行了 婆婆当时弄目圆瞪 你说的什么胡话 我怎么就攀比了 你没听过坏事传千里吗 就你妈我这样 天天在外头说你们好话 还有嘴碎的编排着骂咱们一家呢 娟娟要是再离个婚 我跟你爸的后脑勺 还不得让人戳破了 再说了 做女人的哪个不爱打 我年轻时候你爸也没少打我 也就你窝囊 不敢动你媳妇一根手指头罢了 她说着还瞥了我一眼 暗逢我命好 小姑子也适时地补上两句 嫂子与其操心我跟我老公的日子 不如好好操心操心自己的肚子 可别让刚娶了儿媳妇家的苏阿姨家 先怀上了 就这样 我奇葩婆婆每天一笔 我脑残小姑子天天挨揍 揍完她老公两斤水果 就又哄走了 哄回去揍 揍完来我家哭诉 哭一通又被哄回去 接着又挨揍 我都懒得细数了 总之 自从戳套套事件后 婆婆就消停了一段时间 不多不好 正好一个月而已 当她掐着时间 打算在饭桌上拷问我时 刚张开嘴 一个字还没说出来 就被干呕代替 彼时我小姑子 也因为又挨揍了回了娘家 仿佛三天没吃饭一样 刚把端到自己面前 一盘虾里面的最后一个塞进嘴里 听到这个动静都愣住了 毕竟她也是生了三个孩子的人啊 还有什么不知道 不过眼球一转 她显然还是选择否定了心中的想法 妈别是胃不舒坦白 老年人有病要早看 于娟说的是 等吃完饭我就带妈去医院看看 我忙复合 如果没猜错的话 婆婆应该已经中招了 是得好好去看看 到时候给你也看看吧 这一打眼的功夫都三年了 行了 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 孩子们的是 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不得不说 我公公在这方面十分开明 所以她往日 给我和老公造成的困扰 我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大事上拎得轻 这顿饭吃的 婆婆老师打眼瞧我 从脸瞧到肚子 再撇撇嘴 偶尔夹杂着一两声干呕 我忙用完堵住了脸 因为我生怕一个 不小心会笑出声来 总算吃完了饭 我跟同事掉了班 带着婆婆 力摇小姑子和老公去了医院 至于公公 到底是还夹杂着 给我检查的借口 她不好跟着 不过也不着急 估计等会儿就来了 到了医院后 我抢先一步 说了婆婆的症状 一副十分关心的模样 婆婆满意地点着头 仿佛在跟医生说 你瞧 我媳妇被我降服了吧 的得意模样 可医生却听着我的描述 慢慢地皱起了眉头 反问我婆婆 确定今年五十七了 确定啊 我虽然五十多了 但记性可好着呢 不会记错的 婆婆一脸自豪 医生黑矿眼镜下 暗戳戳地翻了个白眼 虽然很快 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 但她还是耐着性子 继续问道 绝经了吗 还没 说到这个 婆婆还是很自豪 毕竟网上说了 没绝经就代表她还年轻 医生听完更无语了 只见她在电脑上一阵操作 打出了一张单子 拿去化验尿吧 不是医生 我胃不舒服 干嘛要化验尿 你不是想多收我们钱吧 我早就听说了 医院给人看病 都是开一堆单子 你可不能这么糊弄我哦 我儿子可是大律师 医生已经懒得理会我婆婆了 老公更是无地自容 拉着她就往外走 婆婆不情不愿地 被拖拽了出去 小姑子表情耐人寻味地 拉她去化验了尿 没走远时 我就听她问道 妈你不能是怀孕了吧 瞎说 我都啥年龄了 要怀也是你嫂子怀 她说着 回头看了我一眼 又折返了回来 去 你让医生 给你也开个化验尿的单子 我老公刚要开口 被我拦下 我一贯性格如此 她也没怀疑 如婆婆所愿 我跟她一起化验了尿 单子也差不多前后出来了 我跟婆婆去娶了 导诊台的医生没有看年龄 问过我们是一家之后 还恭喜我怀孕了 我一脸错愕地接过单子 然后将目光扫向 兴高采烈的婆婆 悠悠地说道 妈 怀孕的好像是你 不等婆婆回答 护士先从我手里接过单子 先是看了一眼婆婆 这才收起了震惊的表情 公事公办地问道 赵书芬是你吧 是我 不好意思 刚刚是我没看清楚 这张是你的单子 你怀孕了 此话一出 不只是婆婆和老公小姑子傻眼了 就连过路着急就诊的人也停了一下 竖起了耳朵 打算听八卦 估计有了今天这件事 他们的饭桌上 也就不至于围着玩手机了 我跟我儿媳妇一起接的尿 一定是搞错了 护士思索了一番 也不是不可能 那你们重新开张单子化验一张吧 这可是你们的失误 我可不掏这钱 婆婆死气白赖 最终还是在老公的责备下 不情不愿地拿着尿杯走进了厕所 这一次我跟她错开了 她出来了好一会儿 样本都取了我才进去的 最后我的单子比她晚出来了十多分钟 结果也还是一样 我的婆婆 赵书芬 她怀孕了 婆婆如遭雷劈 还是不信 又做了彩抄 一番操作下来 铁板钉钉 小姑子目瞪口呆 老公的脸都绿了 妈 不是我说你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好了 你跟我爸都一把年纪了 咱就是说 这个刺激你是非找不可吗 你个小兔崽子 胡咧咧什么呢 我这是 这是 哎呀 我的老天爷呀 都怪你那老不羞的老子 这要是传出去了 我的名声可就完了呀 妈 也不能这么说 毕竟你57岁还能怀孕 别大姨可是不能的呀 我安慰的话张口而出 婆婆停下了嚎叫 似乎在思索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不过还没想出个所以然 就被我老公给打断了 不行 这孩子不能留 老公 这话要说 也是咱爸说 我扯了下于昊的袖子 他脸色很差地点了点头 拨通了他爸的电话 只是我本以为 老公公应该也是慌张的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听说自己的种子还能发芽后 竟然十分兴奋 嚷嚷着这是老来子 怎么着也要生下来 还说什么 这是上天给他的恩赐 我听了一阵无语 老公狂翻白眼 小姑子试图插话 但嘴巴张了好几次 都没蹦出一个字 最后还是我开了口 爸 妈都这个年纪了 生育会有一定的风险 要不还是算了吧 你懂个屁 你自己生不出来 还不让我们生了 公公的话让我僵在了原地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名理的 在大事上拎得清 可没想到 事情到自己身上后 他竟然会变成了这样 行行行 你们想生你们自己生 反正生下来 别指望我们会养 不等我开口 老公就先说到 我们回去就搬出去 你们爱咋咋的 明天我就写一份协议 以后除了给你们的赡养费 你们生下来的药组 还是要没跟我们 一点关系都没有 逆子 你当老子 稀罕你的臭钱吗 别说钱了 你那房子 我们也不卸住 今天回去 我们就搬回老家 公公急吃白脸 婆婆急了 扯了扯他的袖子 老头子 别说气话 回去了老家的人 不得戳我们几两骨 几两骨重要 还是老来子重要 公公再度开口 婆婆闭上了嘴 这时不知道 是察觉到了危机 还是突然醒悟的小姑子 这段盘老子不知道 不就是害怕 我们有了小的不接近你吗 不是我说你 你也好了要是五六的人了 怎么就不能争气点 还在孩子个顶搁的没出息 找个老公 还是窝里横 平日里就靠着 在我和你妈跟前打秋风 能让你家富裕吗 有手有脚的 也不知道出去赚钱 光知道手里那没用的一家子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当初是我要嫁给他吗 小姑子被戳到了废管子 这还是第一次跟公公公吼 但公公比他更理直气壮 你说都不念了 不嫁人干啥 我那会儿还小 你们就不能管管我 约束我一下吗 行了 废话少说 反正这孩子我和你妈要定了 你们谁要有意见 跟我断绝关系也行 公公说爸 就拉着婆婆头也不回地走了 小姑子泪眼汪汪地 想跟我们告状 但转头看到余浩一张臭脸后 还是选择闭上了嘴 转身走了 医院的走廊里 看完热闹的人 也有说有笑地走了 只有我有些心疼地 看向老公的颓然 但我却一点都不后悔 自己的所作所为 老公 爸妈这么决绝 要不我们还是让医生劝劝吧 我试探着开口 这句话果然寄到了余浩 他用力揪了两把头发 生生生 让他们去生 走 我带你去下馆子 咱们最好 在他们生下老来子面前 把钱都花完 让他们一分也捞不着 我知道老公是气话 但眼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慰了 倒是他 反过来安慰我道 欢欢 委屈你了 还要跟着我被人非议 没事 我抗压能力可强了 我回握了他一下 从前我以为老公随公公 可如今看来 倒是逮竹出好损了 我的老公 也是个苦命的人 但是 比起我钱是一时两命 虽然错不在他 但到底是他妈干的好事 这点惩罚对他来说 还算轻吗 至于对我婆婆的抱负 我想要做的 可不仅仅是 让他怀孕这么简单 他不是爱惜名声吗 那我是时候给他加把火了 等我们回去后 公婆的房间 连同我们两个 放在存钱罐里 打算换车的钱都消失了 老公抱着空空如也的存钱罐 怒及返校 掏出手机 就是一阵语音输出 不是不用我们养老吗 怎么 偷的钱就不是我们的了 回答他的是一个血红的感叹号 不止公公 婆婆也把我们拉黑了 日子似乎突然就平顺了起来 小姑子因为公公的鳄鱼也伤到了 听说还真的出去打工了 婆婆也一晃算日子 也怀孕有三个多月了 每逢她的姐妹们问起她时 我总是一脸担心的说着 婆婆怀孕的事 在她们震惊的吃瓜眼神中 我又诉说着我的担忧 不过短短几日 我就一扫往日婆婆对我的编排 变成了人人赞不绝口的好媳妇 要是以后婆婆真出了什么事 别人说闲话时 我也仅仅是个受害者而已 而我的婆婆 在日子平顺了四个月后 大着肚子找上门来了 恰逢我老公出差 我在家休息 我把他们有家里备用钥匙的这一茶忘了 所以就导致 我还在沙发上躺着吃水果呢 婆婆就推开门走了进来 婆婆见我这么悠闲 脸色很是难看 我不慌不忙的起身 你怎么过来了 一个人过来的吗 我怎么不能过来 这是我儿子的家 我怎么就不能过来了 大概是因为孕激素的影响 她的情绪比之前更加不稳定了 状态也不好 脸上都是斑不说 就连肚子也比别人的大好多 而且看遍黄鸡兽的样子 这段时间想必是过得不怎么好 我想起自己的计划 忙起身将她迎到了沙发上 妈 你要过来应该给我们打个电话 我正好休息 好去接你 大概是我卑微的态度取悦了婆婆 她面色缓和了许多 行了 知道你是个孝顺的 我这不就打听着浩浩去出差了 过来找你了吗 你们攒的钱就几万块 还不够你爸在村里宴请别人的 他乐得跟什么似的 天天跟人吹嘘 我们有了老年子 婆婆说到这儿又一脸自豪 但很快 她的脸色就又变了 只是她天天喝醉 我这产检也指望不上她 你得带我去 好 我带你去 我听话的起身 拿起包就往外走 去医院的路上 我旁敲侧击地问道 妈 你年龄大了 生的时候我们就做剖腹产吧 我话音刚落 婆婆果然怒了 做什么剖腹产 你没听人说过吗 剖腹产生出来的孩子 可没有顺产的聪明 那万一到时候生起来费劲 我生浩浩的时候就费劲 整整生了三天 最后还不是生下来了 你看我家浩浩现在多聪明 就是因为她是我顺产生下的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想要的也知道了 一路相顾无言 到了医院后 检查结果果然跟我预料的一样 婆婆现在的身体 已经不适合生孩子 医生的建议是 最好别生下这个孩子 可婆婆非但没听 还将人家医生好意痛骂 骂到医生要叫保安 是我低声下气的道歉 才让她吸了怒火 她同情地看着我 因为婆婆查出怀孕的时候 就是她开的单子 所以她知道我们的关系 你也是命苦 她小声地感叹了一句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这次的命可一点都不苦 有了医生说她需的缘故 我给她买好东西也有了借口 花点钱就能报仇 何乐而不为 于是我用大鱼大肉 以及各种营养品 填满了后备箱 将婆婆送回了老家 回村时 正好看到酒醒的公公 在村口跟其他几个老头 吹嘘自己能干 见到我之后也没个好脸 不过听说婆婆肚子里的孩子 一切都好之后 她就舒展了面容 回去之前 我跟婆婆说 妈 你东西吃完了就跟我说 我到时候买了给你送过来 哟 浩他妈 你这儿媳妇不仅人长得漂亮 还这么乖巧 你家组上冒青烟了吧 村口的大妈高声称赞 婆婆不太受用 她找到我家浩浩 才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呢 此后一个月 婆婆问我要了五六回营养品 每次见她 她都胖一圈 明明才五个多月 肚子就跟人家七八个月的人一样了 我适时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她却说 你懂什么 这是因为我之前生过两个 肚皮松了才这样的 当我说带她做产检时 她因为上一次那个医生的劝流产 死活不去医院 于是我非常满意地离开 不过为了让自己的所作所为 不引起怀疑 我还是试图跟老公说她妈的情况 奈何她一个字都不想听 我刚张嘴 她就让我打住 还一把搂住了我 欢欢 娶妻如你 福福何求 我妈平常那样对你 你还对她这么上心 我真是 老公 别说这种话 妈老了 我不会跟她计较的 我如此 乖巧 就算有朝一日东窗事发 我老公也不会牵连到我身上 日子又平静了下来 除了我一个月三五趟的 往婆婆在的老家跑 有时候因为工作稍微耽误一下 婆婆还会打电话去跟老公控诉 不过每次都被老公一顿好骂 确定她是真的对我好后 我把要孩子的事也提上了日程 老公余耗得知 我愿意要孩子后 一脸的兴奋 我才知道 她不是不想要 只是一直尊重我的想法 婆婆八个月时 我正好也查出怀孕了 我老公喜滋滋的要发朋友圈 被我拦住了 算了 才确定的是 还是谁都别说了 那我给爸妈发一个 别了吧 我装不作样的阻拦 万一刺激到妈就不好了 这能刺激到啥 她不是天天盼着抱孙子吗 这回不是如愿了吗 老公没听我的劝阻 执意将我怀孕的消息 打电话告诉了她爸妈 话音刚落 我就听到公公在那边咒骂出声 于昊 你故意的是不是 你明知道你妈快生了 你现在造出孩子干什么 以后你的弟弟谁来带 谁爱带谁带 当初我就让你们别生 你们不是说不靠我们吗 不是到处宣扬自己年轻吗 怎么 年纪轻轻的记忆力就退化了 你 电话里公公无能狂怒 我假装劝阻 老公继续输出 作为一个男人 有能力做就要有能力承担 别忘想在一个律师面前 捞走一毛钱 我说过了 除了赡养费 我多一毛都不会掏的 果然 最熟悉的人才能拒绝戳费管子 老公怒气冲冲地挂断电话 我忙一脸担忧地帮他顺气 于昊 你不该这么跟爸爸说话 万一气到了就不好了 话音刚落 他爸的电话就又打过来 被于昊挂断拉黑后 他又打给了我 我刚要接 就被于昊抢了过去挂断拉黑 一套操作行云流水 我们因为这甜蜜的负担 出去胡吃海喝了一顿庆祝 也把公公打电话这件事给忘了 直到晚上吃饱喝足回家的路上 于昊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 你好 是赵书芬和于强的家属吗 电话里公事公办的语气 让老公挣了证 他跟我一样 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 魂飞九天一样低声回道 是 我是他们的儿子 怎么了 是这样 你爸爸心机梗死正在抢救 你妈养水破了 现在正在产房 我们的建议是剖腹产 但他死活不愿意 你先赶紧过来吧 地址是 我说了别生别生 非要生 现在倒好 都出事了吧 挂到电话后 于昊愣了一会儿 傲恼地揪着头发 我事实提醒 老公 我们先去医院吧 于昊这才像突然反应了过来一样 带着我们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医院 只不过让我们意外的是 我们刚到医院 公公就被盖着白布推了出来 送他们过来的邻居们面面相去 生怕我们会讹上他们 得到我的感谢后 他们明显松了一口气 浩浩啊 先别急着难过 去看看你妈吧 不是书多嘴 一大把年纪了生孩子 还坚持要顺产 恐怕 哎 这里先交给我们 你们先去看你妈吧 表达了谢意后 我就拉着失魂落魄的老公 来到了产房门口 刚出电梯 就听到了婆婆的惨叫声 老公双腿一软 要不是我用力掺着 差一点就跌倒在地 到底是亲妈 平时怎么嫌弃怎么骂 也割断不了的血缘关系 医生得知 我们是儿子儿媳后 急得满头大汗 拉着我们就往代产室走 推开门 我们就看到了肚子带得出奇 嘴唇发白 满脸斑点 头发凌乱 刺心裂肺惨娇的婆婆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在看到我们后 她没有半点的欣喜 反倒挣扎着坐起身 想要打我 都怪你 要不是你这个贱人 天天给我买好吃的 孩子就不会偏大 让我生下来 都是你这个贱人 你早不怀孕晚不怀孕 偏偏在我有孩子的时候怀孕 害你爸爸发病 害我早产 都是你这个害人精 我要杀了你 婆婆专攻我的肚子 老公飞快地挡在我的面前 她本来的担忧和内疚 也因为婆婆的举动 一扫而光 面色阴沉的 仿佛能凝出水一样 妈 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 你肚子里的孩子还要不要了 要 当然要 你这个靠不住的 我还要指望着 我肚子里的孩子养老呢 婆婆的话再次刺激到了老公 她面无表情地 接过医生递过来的手术告知单 正要签字 却被婆婆一把抢走 不行 不能签 你想让我儿子生下来 没有你聪明是不是 我真是白养你了 你这个白眼狼 你不得好死 我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 有人这么咒骂自己的儿子 医生也被惊到了 反应过来后忙劝慰 阿姨 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们保守估计都快九斤了 而且你现在又是三高 再拖下去 孩子和你都很危险的 你胡说 你敢咒我 我告诉你 我儿子可是大律师 你们别想骗我钱 婆婆好像有些魔症了 疼得都开始翻白眼了 她还在骂骂咧咧 我知道 剖妇产可比顺产挣钱多了 你们就是想挣我的钱 阿姨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 年轻的医生都被气哭了 老公愣愣地看着婆婆 眼里再没有半点疼惜 她仿佛下定决心了一样 深吸了一口气 猛地蹲下来 抓住了婆婆胡乱挥舞的手 我爸快死了 你是想让我爸 连她老来自的最后一面都见不上吗 此话一出 婆婆终于消停了 老公去签字 我陪在她身边 临近产房时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 是你们坚持要让我剖妇产的 要是出什么问题 你们负责 老公也签完字过来了 只是我没想到 婆婆竟然又来了一句 你的孩子必须打掉 我跟你爸年纪大了 孩子你们帮我们抚养 此话一出 我停下了脚步 走过来的老公也听到了 先进去吧 她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了心中的怒火 婆婆以为她妥协了 满意地放开了我 我也在医生的指导下 换了无军符陪产 打腰椎麻最后 一切都很顺利 直到我趁着大家不背 悄悄地在婆婆耳边说了一句话 妈 你一定要加油啊 爸爸在天上会保佑你和宝宝的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婆婆剧烈地挣扎 我惊慌失措 盲帮医生按住了她 匆匆说道 我说让你加油 爸爸等着你和宝贝呢 我听见了 我都听见了 你这个毒妇不仅害死了你爸爸 还要害死我和肚子里的孩子 我不生了 我不生了 你们都是跟她一伙的 头使劲摇摆 麻药劲还没上来的她 甚至能动胳膊腿 医生实在没办法手术 将老公叫了进来 老公刚进来 我就抢先一步 扑进她怀中 泪眼汪汪 老公 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怕妈妈紧张 就在她耳边说让她加油 爸爸在外面等着她们 可没想到 你没错 老公安抚着我 面无表情地 看着她渐渐挣扎不动的妈 只是想说的话 还没有说出口 医生就仓促大喊 大出血了 最后 又进来了好多医生 我们压根挤不到前面 听着他们抱着专业的术语 什么血压低了 血氧低了 偷出来的孩子是个男孩 但因为长期缺氧没救了 直到新店监护仪 从波浪变成了一条 发出滴滴滴的声响 我不由地在心里感叹 我可真是个好人啊 送他们一家去地下团聚了 后继 葬礼上 我哭得几度昏厥 但我却不是哭公婆 而是哭我的前世 老公将我强行送回房里 说我再哭下去 会伤到肚子里的宝宝和自己 我才强忍住哭声 直到下葬前 我以为会来找麻烦的小姑子 都没有回来 老公打电话怒骂 他却说是公婆毁了他的一生 现在死了活该 看吧 连他们的妻女儿都说 他们是坏人 那我让他拼命补 导致孩子过大声不下来 也不过是天天行道而已 至于公公 我只能合理地怀疑 应该是小姑子天天咒死的吧 全文完感谢观看